大事不妙,大事不妙,中东又要开始打 跌麻了,真的跌麻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比特币向下插针 最低,最低是66,000 现在是66,000多,66,700 然后的话这个以太,以太也是插针 3200 现在的话是3220 就是整个的就是跌麻,整个跌麻了 然后这个 其实这个比特币插针一直是插到最低是65,000的 以太坊是插到这个3100 然后如果说昨天晚上,如果说你能 第一时间,如果说你能得到消息 如果说你能做空的话,那你肯定赚了 但这个东西的话,似乎诸葛亮 马虎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像我的话 我的仓位,大部分仓位在还是现货 现货的话那肯定是跌麻了 那这个挨打就立正 那真的是没办法 这个是起床之后呢 然后就是整个市场就是血红一片 雪流成河 雪流成河真的跌麻了 这个是真的心态要爆炸了 心态要爆炸了 我们看一下就是包括很多标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 弯开的的话 最低来到了五楼 最低来到了五楼 然后现在又短暂的这个收复 现在来到了六楼 然后的话 比特币生态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 也是整个的都是一个暴跌 整个的都是暴跌 今天如果我今天我就不给大家讲什么 那个空头不空头的了 我相信大家可能现在 在视频面前的这些小伙伴 可能你也没有什么心情去撸空头 或者埋伏空头了 我现在也是 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心情去 去比如说去埋伏 比如说一个月或者三个月 五个月之后 甚至说一年之后的空头 现在也没有心情 因为这个太搞你的心态了 这个有一点这个风吹草动的话 它就能跌成这个样子 这个就完全是不可理喻 这个市场完全不可理喻 所以说如果说你在评论区 在我评论区 如果我想看看大家的这个看法 总之我还是之前 我无数的视频给大家强调过 好吧 我也在视频 之前的视频 我也强调过一些风险 虽然说我自己的仓位 我控制的仓位 还是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仓位控制的还是不错 但是我现后的仓位 还是亏麻了 跌麻了 而且我之前我给大家说过 我通过这个KiloX KiloX这个去中心化的 这个合约交易所 我做空了民营币 做空了这些代币 由于我开的倍数低 包括一开一关的磨损 也没赚到钱 所以说我现货爆跌 浮亏很多 亏损很大 但是呢 合约的那一部分 那一点点 做空的那个 苍蝇投资 文字腿 那一点点小部分 是完全覆盖不了 这个现货亏损的部分的 所以说整个心态完全爆炸掉 整个心态完全爆炸掉 今天这个视频就是相当于 就是给大家吐吐槽 聊聊天 就是这个市场的话 非常非常的 这个可以说是有任何的一点 风吹草动 它就敢跌给你看 其实以太坊和比特币 这两个 我们看一下 其实涨跌幅的话 其实也就才5% 但是这个山寨币 山寨币整个的就是 完全都是20% 40% 腰斩的涨给你 跌给你看呀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一定 这个风险和 这个你的投资 这个盈亏比 它完全就是看你这个风险承受能力 你投资大饼和以太 你的这个涨跌幅 它都是有限的 它涨涨跌跌 它的这个幅度是很小的 你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相对你自己的仓位而言 你可能赚不到大钱 但是你也亏不了多少 但是如果说你投资民币 投资山寨币 遇到好的行情 它可能让你爆赚几十倍上百倍 但是如果暴跌的话 也是可以让你跌去 80% 90%的仓位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我之前我屡次的强调风险 为什么我要强调风险 就是因为 其实我也在 我之前我也跟大家视频 我好像也是猜想过 我说减半之前 这减半还有几天减半之前 会不会有一个大暴跌 那果不其然大暴跌来了 但是我没有预测 这不是我的预测 因为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与猜想 好吧 完全不做预测 其实我也在等这一天 因为知道我的小伙伴 大家都知道 我比特币是仓位是非常非常少的 完全是没有仓位的 总之比特币的话 现在跌到了66,000左右 至于是否还会继续下跌呢 我觉得大家还是在等等 等到下周吧 因为为什么呢 周六周日的话 周末 首先中东那边的打仗的消息 不知道这个真实性 首先真实性需要确认 以及他们到底打不打 好吧 整个的风险投资市场就是这样子 如果说战争的话 真的打起来的话 对风险投资市场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打击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风险 暂时的话 其实你看 其实虚拟币的话暂时还 如果说它成为避险资产的话 暂时还没有达到这个体量 还没有达到一个真正避险资产的体量 其实真正的避险资产 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黄金的暴涨 其实也说明 其实黄金才是真正 至少说现在为止 几些年的这个共识 黄金是完全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一个 就是说真正的一个避险资产 但是由于大家黄金的话 由于这个投资这个盈亏比太低 它的这个涨跌幅太 就是说它的涨幅和跌幅太 就是说它的这个 它给你分泌的这个多巴胺 完全没有你这个虚拟币的这个现货 甚至合约来的多的多 所以说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 总之今天就这个告诉大家 我的现货部分 从昨天到现在别麻了 好吧 如果说大家 如果说你刷到哪个KOL 说这个它它它昨天说 做空赚到大钱了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装了 这个大家没有必要 你亏钱了就实话实说好吧 就没有必要装 不要就是说把自己包装了 就是说你是一个大神没有必要的 如果说遇到这种KOL 你可以取关掉了好吧 就实话实说这个行情 你如果说你还能挣到钱 你如果说做空还能挣到钱 我真的佩服你好吧 我真的佩服你 市场行情普遍的话 你合约部分的这个仓位 你能抵挡得了现货部分的这个损失吗 我是抵挡不了的 因为我只是 苍蝇头芝麻腿 就是完完全全 就是一粒芝麻的这个仓位 放在合约部分 然后一个大西瓜的这个部分 放在现货仓位那边 对吧 现货仓位亏损那么严重 你那点合约的这个 做空的那个浮营 你能抵挡得了吗 抵挡不了 好吧 最后材料一下 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包括Chester所有的直播 所有的付费会员区里面 所有的内容 均为Chester的个人意见与心得分享 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 区块链和数据货币 投资风险非常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 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不懂 加密货币市场 是一个风险非常高的 一个资产投资领域 如果你不懂 千万不要碰 如果说你赚了 亏了 跟我们这些YouTuber 跟我们这些博主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千万不要做投资的巨英 巨英我建一个 拉黑一个 好吗 不要看我的视频了 投资巨英 请走开 谢谢 咱们就 请投资的成年人 请有一个成熟心态的投资者 关注我的这个视频 关注我的这个频道 咱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